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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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泰特呢 馬上要帶我們去的是哪一個國家 今天我們先到義大利好了 先到義大利 今天帶來的菜名叫做 義式蔬烤淡菜 這個就想起我在法國 一件很糗的事情 怎麼說 我朋友說他帶我去吃淡菜 結果上來就上來兩鍋的海� 我說菜咧 菜咧 淡菜 你的菜咧 他說小姐 鍋子裡的就叫淡菜 其實淡菜指的是 就是台灣的孔雀蛤 那明明就叫蛤 就是海鮮 為什麼要叫淡菜 可是國外翻譯過來 因為它的這個命名 也有點由來 就是說 它都是黏在這個漁船旁邊 吸附在上面 他們取得非常容易 是 他們覺得這個肉質很 剛取下來的時候 非常的鮮美 一般的加工食品 全部都是需要加鹽巴 就唯獨它 不用再加醬汁 對 不用加 他們覺得這個肉質很 所以他們覺得說不要 我要加工它 我也不要再加鹽巴去加工它 我就再把它給這樣保存起來 所以它稱之為淡味的蔬菜 然後這是它的命名 我想說 我想期待有多麼有學問的 對 可是沒有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我也傻眼 然後他說這是真的 對 這是真的 所以它稱之為淡菜 好 所以各位不要跟我一樣 一直跟人家要菜 沒有 就是這個 孔雀哥哥的 它就是淡菜 他今天教大家 做一個比較特別的分析它 其實淡菜也有分公的母的 這有三個顏色 對 白的 然後有點不白不橘 然後橘的 那有安全猜猜看哪一個 是公哪一個是母 以我們的概念來講 我覺得當然是帶一點這種 橘紅色應該是女生 這是男生 沒有錯 這是不男不女 算是同字類 同字別 同性 它是 其實淡菜很特別 它是持用同體的東西 不過你講的沒有錯 這是母的 這是公的 那這是說 其實它在轉換性別的時候 就被捕撈上來了 所以它不是一出生就是橘色 一出生就白色 它會因為氣候 因為水溫 因為這個滲透壓的問題 做一些性別的轉換 大家會問說 那哪一種比較好吃 其實一樣 好 認識完淡菜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開始動手做了 對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 我們先把蔬菜先燙起來 那秋葵部分 我們教大家怎麼樣來簡單的處理 我們秋葵通常都選大概 像這個大小 是七公分最好 不老也不太嫩 這樣子 然後營養成分都比較好 要不然太老的你吃起來會很難咀嚼 太嫩的吃起來又沒有味道 所以七公分最好 然後我們把它上面稍微轉一圈 對 這個纖維質比較粗的地方 消掉 消掉 然後我們來把它給先燙一下 好 對 其實這種帶有一些些 黏稠度的這種植物 都會保護我們的胃壁 好 現在我們就來做它的一個香料粉 那如果這邊秋葵熟話 我們就先把它拿出來 秋葵怎麼樣知道它熟了 只要它變成顏色變深綠就可以了 因為它其實裡面 不要讓它煮太熟 它的那些黏膜的部分 會一直釋放出來 就會變得越來越黏 對 就是這一鍋水就變得比較黏 那我們等一下用這一鍋水 再來放我們的淡菜的部分 我們這邊先來調製一下 就是加入我們的麵包粉 麵包粉 好多喔 然後加上這個 看起來很像辣椒粉的東西 可是它不是辣椒粉 不然它是 雙亞利紅椒粉 稱之為Papurica 雙亞利紅椒粉的話 有我好像在量飯店那個調味區 有看過雙亞利紅椒粉 你可以大量的使用不用擔心 所以它本身不辣嗎 不會辣 你可以再一點點試試看 它完全不會辣 就是吃這種淡淡的味道 那其實一些些咖哩 一些些燉肉類 都會加上這個東西 可是滿香的耶 滿香的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厄利缸 不是奧勒缸 奧勒缸 奧勒缸也可以 對 都可以 我想說是你講不對 還是我聽不到 奧勒缸或奧勒缸都可以 然後我們加上蒜色 蒜末 對 然後這邊要讓它的味道 有一些些所謂的介質 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我們加上一些些的橄欖油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麵包粉的量 是很大量耶 好 這樣差不多 然後我們把它給做拌勞的動作 其實因為有加了橄欖油 等一下我們在拌的過程中 它味道就會散發出來 而且你加橄欖油 它也比較會結在一起 對… 就是讓它的味道全部散發 然後勻合在一起 這邊就做成一個香料麵包粉 就讓這道菜也是一樣 就是升級了一點 如果你單純只撒一點麵包粉 很平淡無奇 所以我們在麵包粉的部分 你把它調味 對 把它做一點點的功課下去 好 這邊完成 沒關係也可以聞一下 很香耶 而且它的味道的橄欖油的香氣 然後再配合它那個紅椒粉 對 然後還有一點點淡淡的蒜味 炒過之後蒜味就會完全釋放出來 而且各位你挑的橄欖油 要用好一點的橄欖油 對 因為橄欖油的香氣是有加分的 沒有錯 可以幫所有的香氣融合在一起 好 這時候我們來炒我們的配菜的部分 就利用到洋蔥 紅黃甜椒 那我們做一個 算是真的所謂的青炒 是 就是輕輕的炒就好 因為這些蔬菜 我們有時候有兩種用法 一個就是我們要它完全的甜味 都釋放到菜裡面去 所以我們要把它煮很久 另外一種我們是需要它的口感 對 要讓它比較有點脆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不要烹調太久 讓它的口感留得住就好了 對 那我們就一起把它放下來 而且這些都是可以生吃的東西 可以啊 可以 也沒有什麼熟不熟的問題 對 那這邊就直接來做調味 一點點鹽巴胡椒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用力 跟我們一般用炒鍋去炒的感覺不一樣 烹調時間會比較短 所以我真的是它會輕炒 輕輕的這樣子 我們這樣輕輕的拌一拌 拉一下 對 稍微拌一下 大概就讓它們幾乎都 碰到鍋子這樣子一下一下 對 對 大概一分鐘 一分半就可以了 你平常會認為說 要把洋蔥的甜味都炒出來 要炒到焦黃 對 那個真的是 就會不用到那樣 因為我們這邊需要它一點的脆度 很快喔 像法國人他們就很愛吃淡菜 對 而且他們淡菜都是真的一鍋 一個人吃一鍋這樣子 滿滿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自己那個時候在吃一鍋 我都覺得這個蛋菜它裡面 那個內臟的味道比較重 對 一般在噴熱會有人特別挑掉嗎 其實也會 不過就是說 那就是所謂的新鮮度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夠新鮮 說實在裡面就是 根本不用 對 就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說今天當然有一點點 擺的時間稍微長一點的 你最好還是把它挑掉 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 你吃東西的一些 味道 對 味道 有沒有 它非常還是 清脆的感覺 然後這時候我們來炒我們的 麵包粉 跟我們淡菜可以放下來燙 這樣放到我們的鍋子裡面 所以淡菜應該也很快就熟了吧 很快 很快 麵包粉全下 對 我們就乾脆一次把它炒起來 那其實這個香料粉之後也可以做使用 就是乾鍋 然後我們做翻炒的動作 其實本來我們是希望能夠讓這個淡菜進烤箱 對 後來烤糧可能觀眾朋友 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烤箱 沒有錯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示範的是 它直接用鍋子就可以搞定 對 如果說你也可以 就是說家裡有烤箱的人 我們可以把這個蛋菜稍微燙 只要三十秒就好 拿起來大概七八分熟 我們把這個香料 麵包粉灑在上面 然後下去烤 是 烤到它上色或者味道出來 那這樣子當然會比較雲馬 所以大概需要幾度幾分鐘 進烤箱好 其他180度然後六分鐘 180度六分鐘 六分鐘 對 好 那現場我們示範就是 沒有烤箱的做法 對 我們就是把它給 用炒的方式讓它變成味道上色 它現在看起來有點像肉鬆耶 有 有那麼一點 對 這個味道等一下就會釋放出來 慢慢的熱了以後 有 有聞到了 對 那這個蛋菜要煮多久 我們這邊的話大概燙一分半 它會有點點縮 那縮起來的時候就差不多 而且湯變白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那個海鮮 那個原本蛋菜的一些些顏色 是 對 讓它去影響到這個 因為蛋白質的釋出 就會讓它變得比較白色 所以大概我們的這個麵包盆 要炒到什麼程度 有點讓它變成更脆 然後甘油的那個味道 跟蒜味的味道 全部釋放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它已經炒到 有點乾乾的那種 對… 焦黃色 沒錯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讓它味道再重點 我們最後再來做這條味 一點點鹽巴 最後再一點鹽巴 對 然後一樣一點點的胡椒 好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蛋菜 也熟化我們拿出來 我以為你要丟過去炒 不是 其實也可以 你把肉拿出來下去炒也可以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方法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給鋪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它們並沒有那個 攪和在一起的過程 你這樣子的話 它會來得吃起來 會比較來得脆一點 分開來的話就是 一邊是嫩一邊是脆 那如果說攪在一起的話 也會怕這個濕度去影響到 會 它的脆就會不見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給 直接這個地方就開始鋪了 對 附左上 我覺得可以多蓋一些 因為它的味道是好的 是香的 對 是香的 好的 好 像這個樣子 盤子準備好了 你看 你在忙 你還看得到我在拿盤子 眼觀是天花盤 來個母的 好 給我母的 我以為你這個麵包粉的味道會很重 其實 可是我覺得它是香 對 它吃並沒有太重的味道在裡面 對 很有趣 好 這時候我們就來做擺盤的動作 今天選了一個像船的盤子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淡菜都黏在那個 船的旁邊 所以我今天選了一個像船的盤子來做它 Titan想讓淡菜覺得有回家的感覺 有 還有我這邊幫你加一些些也可以 好嗎 會比較來得出口一點 就是粗粗的 因為口感是會很重 這個 口感很有層次 對 像那層麵包粉就是酥酥脆脆的 可是當你吃到像那個淡菜的時候 它的肉又是很有彈性 對 也比較有彈性 很有嚼勁 對 因為淡菜其實 主要就是去吃它這個 本身的鮮味 然後跟口感的感覺 所以他們都說 不要太多的調味回來也比較好 就是吃到它的原味就對了 對… 這個我想很多媽媽苦卻葛 買回家也不曉得怎麼樣料理 就只會炒那個九層塔 還是有三杯 對 我想今天這個可以讓大家 把海鮮再做一個升級的呈現 沒有錯 走 五星級飯店的感覺 對 好 再次跟大家分享這道菜名叫做 義式蔬烤蛋菜 希望大家喜歡囉 好 對 好